欢迎收看这一节的五件新闻 我是唐歇安 马上现在带你看到今天有哪些国际新闻重点 日本首相强烈谴责基辅周边屠杀事件 声称来要求社会面清零 传上海拟异地隔离三万人 北宫指出美国及其盟国将在本周 宣布对俄罗斯实施新的制裁 法国及德国宣布驱逐数十名俄罗斯外交人员 新闻开始先来关注本土疫情的进度 适逢亲命廉价台湾本土病例连五天破百例 或及多所学校 有超过50所学校宣布停课或线上授课 今天上午新竹市府也证实 新科国中康乔国校也停课 此外台北市南港高宫已经累计九名师生确诊 基隆市长林佑昌隔离期间三次PCR裁检阳性 在今天凌晨正式解除隔离 今天也是基隆做类普筛 全民防疫爱心筛检的第一天 预计接下来共计五天 发放13万份的快筛试剂 记者曾心明有更进一步说明 中二基隆市长林佑昌正式解除隔离 而就在同一天 基隆的全民防疫爱心筛检的快筛试剂 也来发放了 那林佑昌也说了 其实在隔离的这十天当中 他每一天都在工作 每天都要工作18到19个小时 人都瘦了三公斤 这个区隔十天 应该是有史以来第一位首长 瘦了三公斤四公斤 大家都关心这个 全民防疫爱心筛检的 整个计划的一个政策目标的第一点 其实是让国人能够加强 自主健康监控的能力 基隆首日发放快筛试剂 是在仁爱区 那可以看到仁爱区里面有里 就已经里长是布置好了 发放的地方也贴出了公告 那刚刚也已经盘点过了快筛试剂 可以看到在快筛试剂旁边 还有试剂的使用说明 以及如果自行快筛阳性后的流程指引 那都准备好了 就等李明来领取 这个市政府这边 他发放的是八十分之一 大概有九十五计的快筛剂 那目前来 依目前来看的话 很多长者都打电话来询问了 所以目前发放 我们看起来应该下午一点半到五点 可能会 有机会可能会发送完毕 因为我几乎每天都要在社区发展协会里面 所以我就想说我来快筛 大家都放心 我筛过六次了 这些天打算下午要去拿就对了 要要要 十八岁以上就可以来领取快筛试剂 不过李长和李明也比较担心 如果是长者自己在家 到底要怎么使用可能还是个问题 那以上是新唐人亚太电视 黄亮剑 曾新敏 台湾基隆报导 再关心 上海昨天新增13354例确诊个案 在创单日新高 当局从3月28号开始实施半封城 原定今天凌晨3点解封 但当局发布最新消息称 在全市核酸采样工作结束前 上海将继续实施封控管理 并严格落实足部出户 意味着上海将继续封城 台湾航空公司包括长荣华航 今天也宣布取消航班 先前香港中文大学研究团队指出 中共强硬的封城措施 会比其他国家付出更大的经济成本 上海封城每月经济损失 恐达463亿美元 约清台币1兆3000亿元 相当于中国去年GDP的3.1% 中国上海市疫情大爆发 一名上海民众和社区干部的对话 近日在微博引发热议 两个人9分钟的对话中 原本是市民抗议社区防疫的措施 讲到最后干部却崩溃落泪 抨击上海的防疫政策完全就是混乱 上级无作为 自己贴钱还卖命 并表示如果再没有好的政策 上海将会大乱 我现在全部是直接找一线领导的 现在他们电话都不接我了 知道吧 这个不然还是防疫政策的错误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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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知道 你也说不出话 那怎么办 那就是造反了以后 上海疫情爆发 近日有上海民众向社区居委会投诉 社区对阳性人员没有对应措施 不停的检测 让不是阳性的人也变成阳性 大家都是 无辜的 我跟你说 这个都是 都是 都是 那个 那个不停的检测检测 你传我 我传你传过来的 大家都 都是 都是受害者 我跟你说 这位民众表示 自家楼超半数确诊 自己不敢开门 在缺乏物资的情况下 不知道能撑多久 社区居委会干部也坦言 要钱没钱 要人没人 自己也无能为力 那 那 那我 我 我可以两三天 我不开门 那我后面呢 五六七八九 九天呢 我不开门 我吃什么了 我还有小 小朋友 我怎么办 我该怎么办 我一窗楼里面 一共十户人家 七窗人家都有问题 我该怎么办 你说我 小姑娘 我家里也少 个人在家 也没人管她 我也就是扔掉了家庭 来这里工作 我也需要上面 好的政策来给我 我可以对局没有交代 现实是没有 知道吗 没有 社区居委会干部透露 上海市所有的方舱医院 都已经爆满 再有确诊 也已经无处收容治疗 民怨沸腾 如果上面再没有 好的政策出来 上海真的就要乱了 你知道现实情况吗 现实情况是上海 所有的方舱医院 不管造好的 没造好的 所有人已经爆满 那么警察没有公平 政府再没有好的措施出来 真的是要乱了 真的早上就是跟领导 在这么说 上海的防疫政策 完全就是混乱 与此同时 据中共官媒报道 中共3号出动超过 2000名军人抵达上海 更出动空军运 近20军机 庞大规模可以窥见上海疫情的严重性 英国新闻评论刊物经济学人的分析报告指出 事实上截至2021年底 中国的真实死亡人数不是4636人 而是约170万人 中共隐瞒的数字是他承认的367倍 新唐人记者韩非综合报道 上海疫情严峻 网传一份文件通知显示 浙江海下令 辖下六市为上海人建隔离点 评论人士指当局效仿西安模式 上海可能会有大量人员被异地隔离 这份文件上面标注特辑二字 疑似是中共浙江省政府发出 内容是根据北京当局的统筹安排 下令杭州 宁波 湖州 绍兴 金华 台州等 六个地级市提供隔离场所 准备接收来自上海的密接和次密接人员 人数总共有3万人 根据官方通报 上海4月3号新增本土感染9,006例 当局坚持强制管控手段 让这个2,600万人口的大城市变得混乱不堪 上海当局上个月底宣布 以黄浦江为界 分区分阶段封城 4月4日 原本应是封控的最后一整天 不过 主管防疫的中共国务院副总理 孙春兰2号到上海后 强调要坚持动态清零 随即 上海政府宣布 4号全市进行核酸检测 大陆媒体报道 目前 中国15个省份 赴上海支援的医护人数 总计约4万人 其中包括中共军队组建的 为勤人员2000多人 外地医疗队 一批会进入实验室检测核酸 一批会进入方舱医院 还有一些外地医护进行核酸采样 不过 有视频传出 在上海敏航区浦井街道 进行核酸采样的外地医疗队 基本需求没有保障 而街道一方也是怨声载道 双方都是一肚子委屈 你说你12个小时没问题 我也干过一线 我也是一线的人 你知道居委是连事分在每天 基本是20小时以上的吗 还有一个 我们是来 我们是来 我们的股票 这个身上都已经脏了 已经破到了 脏了 已经可能感染了 你们连换房的东西都不给我们 甚至从早上6点钟到现在 我们目前为止 一口水都没有喝过 日前 一段上海疾控中心负责人的 电话录音流出 他说出了上海防疫的真相 我告诉他 亲生无声传 你不要把人家转走了 就在家里隔离 对 我都提了N次了 有人听了啦 我们专业机构也要被逼疯了 是吧 专业人员说的话 根本就没人听 现在全部把这个病 变成了甚至性的一个疾病 在上海督察防疫的 孙春兰4号再次表示 要用最短时间 实现社会面清零目标 新唐人记者李兰 特约记者洪宁洛亚采访报道 欧洲国家对俄罗斯能源产业 实施制裁的压力加大 投资人担心供应收紧 国际油价4号大涨3%以上 今年以来截至4月1号为止 台股累计下跌3.26% 在亚洲主要国家中 表现相对抗跌 优于韩国 中国 香港 日本等股市 斯里兰卡陷入中共一再一路债务陷阱 加上通风飙升速度 居于亚洲各国之冠 斯里兰卡股市近期暴跌33% 成为今年仅次于俄罗斯股市 全球表现最差的股票 台湾离岸风电的国产化 关键零组件缴出成绩单 平面媒体报导 风机商维斯塔斯向台厂天力下单的风机叶片 首支在3月完成 天力是目前除了中国以外 亚洲唯一叶片厂 更是亚洲最大 新唐亚太电视整理报导 台北市议员徐巧新爆料 有意参选桃源市长的罗志强 遭国民党主席朱立伦逼退 朱立伦上午前往瓷湖叶林受访时说 胜选是最高目标 他会扛起责任 不放话也不评论 罗志强原本计划上周六宣布投入 桃源市长初选 朱立伦亲自去电劝要求取消 台北市议员徐巧新爆料 朱立伦在电话中情绪性威逼怒骂 明确说就是不会提名罗志强 是否属实 朱立伦受访不断重申 他不评论 不放话 会扛起责任 左恩斯基控俄罗斯群体灭绝罪 中共保持沉默 英美呼吁暂停俄罗斯人权理事会成员资格 更多内容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恰隆企业首创智慧监控气体供应服务APP 监控气体刚平的入库查核验收 自动显示储存区使用记录 库存警报简讯远端遥控 智慧下单 自动化服务管理系统 经典盘点时间节省人力 智慧监控APP 气体供应的解决方案 恰隆企业 台湾是蓝岛文化的花园地 在这个特殊的天后和水土 孕育出世界独特的牛樟枝 耗风生剂 以全球最先进蛋白质体 其天然物精粹技术 进行多项牛樟枝新药开花 我们不会让喊定边岩化 我们专注提供岩花协助 耗风生机 Champion Shine PV Panel Structure Instead of Roofing Innovative Design Wins International Patents Waterproof Rust Proof Galvanic Corrosion Resistant Passed Wind Tunnel Test Sustains Level 17 Gusts No Corrugated Sheet Needed Good Heat Dissipation Saves Money and Manpower Eliminates Heat Exhaustion Increases Power Generation Benefits Quick Cost Recovery for Investors Wide Range of Applications The Best Choice for Building Integrated Photovoltax Champion Shine PV Roofing Structure 阿公教我用心真诚对待玩物 阿嬷叮咛我 别忘记吃好的食物 团圆之时 暖心暖胃 保持幸福的礼物 农米欲录 我要回来的 诶 等一等 微生物 PM2.5 TVUC 可以进来咯 可是臭氧还在耶 蛤 臭氧 全球臭氧空污危害已超越PM2.5 IPI空气清淨机 UV臭氧双重益菌科技 活性碳过滤 搭配臭氧分解技术 四大功效 一击搞定 远离臭氧危害 守护家人健康 IPI空气清淨机 乌克兰当局指控 在首都基辅附近的一个小镇布查 发生大屠杀 乌克兰总统泽文斯基亲自视察布查后 他今天在影片演说中表示 在基辅西北交 波罗江卡和其他已收复的城镇中 平民遭杀害人数恐怕远高于布查证 他强调这是一场群体灭绝 另外 泽伦斯基表示 他5号将在联合国安理会发表演说 会公布更多俄军屠杀百姓的例证 这是俄军2月24号出兵以来 泽伦斯基首都在联合国发表谈话 乌克兰军队周六宣布夺回对整个基辅地区的控制权 然而在一些被收复城镇 爆出了害人的景象 在居基辅市中心30多公里的小镇布查 马路上随处可见平民的尸体 有的平民双手被绑脑后中弹 疑似被处决 有平民骑自行车的途中被射杀在路上 在一座教堂附近还发现一处乱葬岗 有遇害者的手脚露在土外面 小镇镇长称 在俄军占领的一个月中 有300多平民被杀 周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来到布查 视察当地情况 有市民说俄军占领期间曾逐屋搜索 平民如果被发现手机中有反俄讯息 就可能被拖出去枪决 而这种惨案不止发生在布查 乌克兰最高检察官称 在基辅附近城镇 已经发现了410具尸体 新唐人记者金时综合报道 俄罗斯否认犯下屠杀布查平民的罪行 强调这些遗体是俄罗斯士兵离开城镇之后 才被放置在当地的街上 不过纽约时报指出 卫星图像显示 这些遗体已经在布查街头停留超过三周 目前欧美多国已经发声谴责支持调查 并考虑寄出新的制裁 包括以色列外交部长拉皮德也罕见发声谴责 强调蓄于伤害平民是战争罪 另外中华民国外交部长吴钊燮也发文指出 布查大屠杀令人震惊 且完全不可以接受 我们必须将这一反人类罪的肇事者神志以法 俄军在乌克兰布查的暴行被曝光之后 西方各国纷纷表态谴责 英美两国更呼吁暂停俄罗斯 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成员国资格 但英国媒体指出 在世界各国政府都在谴责俄军暴行的时候 中共当局选择了沉默 四号美国总统拜登表示 会加强对俄罗斯的制裁 并呼吁对俄罗斯总统普丁 进行战争罪审判 其他西方大国也纷纷表态 谴责俄罗斯 除此之外 英国国家大臣特拉斯 更进一步在推特呼吁 暂停俄罗斯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成员国的资格 他在推特发文表示 鉴于确凿的战争罪证据 包括关于布查万人坑 和令人发指的屠杀报告 俄罗斯不能继续担任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成员 4日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 汤马斯·格林菲德 召开记者会表示 他将立即返回纽约 与乌克兰 欧洲国家 和联合国其他伙伴密切协调 寻求暂停俄罗斯 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成员国资格 英国《金融时报》4日指出 有关俄军对乌克兰平民犯下暴行的指控 中共沉默已对 因为北京试图平衡其对莫斯科的支持 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导致的 日益严重的后果 在俄军撤退后 基辅附近的布查传出了 手无寸铁的人被枪杀的照片和影片 其中一些人双手被绑在背后 当世界各国政府都在谴责俄罗斯的时候 中共当局昨天保持了沉默 新唐人亚太电视张可新 张其林 综合报道 俄国外交部否认在乌克兰布查 犯下屠杀案 认为这是抹黑 最新消息是 国际人权组织4号派出专研前往搜证 判断俄罗斯是否犯下战争罪 国际组织人权观察调查员维尔 4号在乌克兰基辅西北小镇布查 搜集俄罗斯军队可能犯下战争罪的证据 他在布查街道上 发现散落的异物 血机 子弹弹壳 被烧毁的房屋和居民衣体 这里有一个身体 我试图找某个身体的证据 她被杀到哪里 我们在地上看到有几个刀 除了用手机拍下物证 维尔表示他也在搜集当地居民的车 一名老人表示 俄罗斯辖下的车臣军人摧毁了他们的一切 他的女婿惨遭杀害 社区工作人员将一句句的遗体放入黑色塑胶袋前 将捆绑他们双手的白色塑胶绳剪开 人权观察专员维尔表示 在武装冲突中 故意杀人和谋杀将构成战争罪 路透社报道 俄罗斯外交部表示 布查正平民死亡的画面 是受美国指使而产生 为抹黑俄罗斯 目的是影响莫斯科和基辅当局之间的和平谈判 俄罗斯否认杀害平民的指控 声称相关画面是基辅当局一手安排 要求联合国安理会5号召开会议 新唐人亚太电视林玉堂张瑞珍综合报导 歌手黄明志YT账号 遭清空61点击蒸发 更多内容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Taiwan's Display Stand, TDF More than 20 years of professional manufacturing experience Complete equipment and process Provide you with fast and high quality products Taiwan Technology Creative Design Team Creative Idea Perfect Quality Efficient Production Customized Service And Spatial Visual Reorganization Made in Taiwan OEM and ODM Services Your most trusted brand TDF 近来艺人社群平台被盗用或无故遭停权事件评传 罗来西亚歌手黄明志拥有327万订阅者的YouTube频道也遭殃 名称不止被改成俄文脏话 连影片也全数都不见了 黄明志YouTube频道从2006年创立 针对此事黄明志经纪人回应 昨天晚上被盗已经联络YT协助正在处理中 希望能请YT回溯之前的内容 粗估频道60亿点击一页蒸发 特斯拉的创办人马斯克此前公开讨论推特的言论自由 周一有文件披露 马斯克现在已经持有9%的推特股份 让他成为了推特的最大股东 有外媒报道 在4号揭露的证券文件中 特斯拉创办人及CEO 马斯克拥有推特将近7350万股 持股比例大约9.2% 价值达到29亿美元 消息一出让推特股价暴涨将近26%到49.34美元 马斯克在去年11月开始出售特斯拉的持股 当时他表示将出售持股的10% 至今马斯克卖出的特斯拉股票价值已经达到164亿美元 此前马斯克还曾经在推特发起民调 询问网民是否认为推特严格遵守言论自由的原则 获得70%的网民 大约200万人回应不 也有网民曾经询问马斯克 是否有考虑建立一个新的社交媒体平台 他回应道 我在认真考虑 新唐人记者柯婷婷纽约报道 中国严控封城家具消费性电子市场销售疲乱 非平手机营运挑战超越预期 产业分析师郭敏奇预估 中国安卓智慧型手机已经砍掉1.7亿只的订单 其中超过7成使用的是联发客芯片 也有研究分析驱动IC大厂联用 驱动晶片设计敦泰营运也将面临挑战 原物料价格上涨加上疫情升温 影响这位型手机需求 产业分析师郭敏奇4月初 在个人社群平台上贴文预估 今年目前为止 中国主要安卓智慧手机品牌商 已砍掉1.7亿只手机订单 其中有70%以上的订单使用联发科晶片 预估未来数个月 中国手机品牌商可能持续砍单 研调机构集邦在3月指出 在中国短期经济增长率持续走低影响下 对中国智慧型手机市场出货量预测 由去年约3.25亿只 下滑到3亿只 年衰退约7.7% 衰退可能持续扩大 市场担忧 中国严控封城 加剧消费性电子市场销售疲软 飞瓶手机营运挑战将超越预期 台湾手机晶片大厂联发科首当其冲 驱动IC大厂联勇 驱动晶片设计敦泰营运 也面临挑战 未来五年成长动力十足 我们今年17个billion多的营收 那我们认为我们公司要做到20个billion 以上大概是我们那时候英文是用around the corner 我想中文就是很 大概也不会太久了 业界认为联发科近年积极拓展非手机产品线 目前非手机营收比重约45% 即使短期营运营利丰 中长期来看影响有限 而中国手机系统单晶片市场 仍以联发科高通为主 市占率分别为40% 37.5% 不过台积电董事长刘德英上周首都市井 中国近期封城将影响消费者 在电子消费产品上的需求 新唐雅特电视陈文摩李晶晶综合报道 接着带来看到4月5号的天气预报 优独播剧场 威之槍護航為沉默發聲 也為烏克蘭民眾祈福 謝謝您的收看 我是唐吉安 再會 成喜傳統 弘揚武德 真傳再現 各門派好手會聚在線武力精髓 2022新唐人全世界中華傳統武術大賽 將在紐約台灣舉行出賽 8月28日紐約現場決賽 並網絡全球直播 報名熱線 0255713838